据简媒报道称,2月7号下午,金边深处区三名中国男子因涉嫌暴力以及贩毒,被当地警方逮捕。 据了解,其中两名中国男子还在街头抢弩另外一人,并对其进行非法囚禁以及殴打。 据金边深处区警方表示,涉事的三名中国男子分别是陈某、朱某和王某。 其中的陈某是被另外两名中国人强行劫持并进行非法囚禁。 警方指出,根据监控画面显示,在2月6号傍晚时分,陈某在深处区街道上不知为何突然遭到一名男子的疯狂追赶,于是在街上拼命逃跑。 但没想到,干燃子最终还是追上了陈某,并合伙另外一人将其抢拉上车,随后三人便不知去向。 但经过警方的摸索调查后,在2月7号找到有关线索,并在当天下午展开行动,成功逮捕了涉案的两名中国嫌犯,同时救出了被囚禁的陈某。 有媒体报道称,陈某在被非法囚禁期间还曾遭到殴打,导致身体多数受伤。 但就在大家都以为事情接近伪伤时,却没想到警方在陈某的汽车上找到了毒品和枪支,而陈某在接受毒品检测后,也被证实了曾有吸毒的经历。 最后,警方以非法持谢罪和毒品罪,同时将陈某移送罚办。 除了上述事件,在2月7号当天还有一件事情和中国人有关。 2月9号上午,卫生部发布疫情通告称,一名中国女子在2月7号抵达柬埔寨后被确诊。 据了解,2月9号当天被确诊的还有另外一名剪辑女子。 据悉,上述两人都是金韩国拳机,且乘坐同一航班在2月7号抵达柬埔寨。 随后两人的核酸报告也都为阳性。 因此,卫生部紧急找到该航班的其他90名乘客,并安排他们在金边市部分酒店接受隔离观察。 解是2月9号上午,节目站累计确诊476例,累计治愈457例,上有19人仍在治疗当中。 收看更多节目站视频资讯,欢迎订阅简中资讯微信公众号和YouTube帐号,我们明天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